如果你要把这个床放在这个位置 不但被凉压 而且还有门冲的这种情况 当然这是不好 就算你有办法化解 你还要注意 它的墙的后面到底是什么 我们来看一看 它的墙的后面 原来是厕所 那也就是说 如果你睡在这边 后面是厕所 那就是临头杀 在风水中 能不能够睡在 这个我们床的后面 能不能够是厕所呢 当然就不可以 那如果一定要的话呢 那就要请专人来帮你 做一个风水布局 所有风水 所有风水 切记一定要有布局 而不是只是看财位 只是看水位 那么简单 如果你风水不懂得格局 不懂得布局 这个风水就等于是白瞎了 所以大家一定要记住 学好风水 而不是迷信风水 要知道怎么样 把不好的东西化解 把好的东西招进 在里头布一个格局 这就是风水的奇妙之处 这就是风水的奇妙之处